近期在《哔哩哔哩》举办的《向前冲》节目上 小七、鸦米、段奥娟三人相聚一堂 其乐融融的氛围不禁让人想到曾经如梦般的时光 看着三人融洽的氛围 听鸦米说着 因为想和大家见面才会参加节目 不知有多少人的记忆又会到哪个炙热的夏天 可玩闹归玩闹 火箭少女毕业这几年 车员间早已不是那个同期出道一起成长的女孩 这几年的工作上有人毕业即登顶 工作稳定收入不俗 也有人不断碰壁 在各个行业换来换去 却依旧没有一个很好的定位 人在江湖飘 最终还是靠财富和实力说话 当初勾肩搭背的姐妹们 如今间的差距已不可指示 今天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火箭少女成员近期的发展势头 看看谁依旧巅峰 谁无人问津 先来看看最近见面的三人组 赖美云小小的一只非常可爱 她就像上学期间的软萌妹妹 在团内基本是团宠般的存在 这次三人相见 赖美云虽然看着萌萌的 但她其实是三人组里发展最好的那位 且有一定的江湖地位 近两个月赖美云有两笔美妆代言 还参加了两档综艺节目 在电竞体业节目里获得冠军 然后在这档向前冲里 许多爱豆都是作为选手参加 而赖美云则是固定解说 这一对比地位肯定不一样 赖美云能发展这么好 得益于她的自我定位 那就是吃死二次元萌妹这一块 她是萝莉外貌玉解音 还是爱豆出身 让她在这个领域 天然具有领先别人的优势 萌妹这一块 其他人要么是主播 要么是网红 这时赖美云爱豆的身份 就很有优势了 同时她也不仅仅靠外貌吃饭 极其优秀的唱功 和时不时发布的古风舞蹈 都让赖美云走向的人气巅峰 与赖美云相比 另外两人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受众度 段奥娟其实有一段时间没有过大的动静 大家都知道 她选择去伯克利留学进修 迎认可她在音乐上的深造 不过在音乐上的受众度 她比专业歌手或流量明星要小许多 今年六月份她发行了新歌 一脚硬币 声音干净 作曲灵巧 同时歌词的利益也很特别 有独立音乐人那味了 不过美中不足的是 她的歌词是请别人来写的 这一点还是挺遗憾的 除了偶尔发布几首歌外 近期就是参加了向前冲这档节目 贡献了一出心形挂架的名场面 平心而论 虽然挺可爱的 但还是缺少一些综艺表现力 与烂美云可爱由专业的解说相比 她给人的感觉就是 没有可记忆的点 以受众度来说 她与烂美云有不小的差距 亚米其实和段奥娟一样 都不属于娱乐一线 还记得去年她参加的一档节目 跳舞吧少年 昏暗的舞台和机械化的舞美 与四个孩子挑了一场并不整齐的街舞 很像是因为没有资源 所以就随便接了一档综艺的样子 对比她近期参加的蒙面舞王 这才是像样的综艺舞台 亚米现在往实力派明星上走 歌曲和舞台也参加了不少 但没有嫌弃太大火花 舞台表现上看也并不出彩 今年她在节目上说 因为想和大家见面才来参加节目 虽然有点回忆杀 但还是忍不住会想到 她今年几乎没有资源 对比其他人上综艺拍电视剧 亚米显然与当初的顶流团体 相去深远 说完了三人组 再来看看其他的成员发展 杨超越今年一直在剧组拍摄 8月份依旧如此 她有两部正在播出的综艺 极限挑战和登陆园渔舟 还有好几部未播出的古装剧 依旧是行程满满 杨超越还是那个娱乐顶流 这么多年来从未改变 她能大火的原因大家也都清楚 就是能为观众带来欢乐 而欢乐就是最大的娱乐价值 回想当初杨超越不是团内的优等生 却凭借综艺效果一举超车 然后一直处在巅峰状态 可能这就是天选之子了吧 莫名其妙的就走上了人生巅峰 成为队友仰望的一个人 不过杨超越朴实的性格 也不会与队友产生隔阂 这一点还是很不错的 与杨超越形成反差的就是孟美琪 一个天选之子 一个实力担当 当然本该是团内的顶流代表 孟美琪却因为一步差错 跌落神坛 近两个月 孟美琪举办了一场线上演唱会 而且是不成不响的剧情 如果是之前 想必会有很多老队友前来祝福吧 孟美琪就像是一个班级里的尖子生 毕业时凭借优秀的实力风生水起 但其太过张扬的性格 导致在行为上逐渐产生非议 或许是势头正盛 孟美琪忽略了即将到来的危机 最终一步错 满盘皆输 队友建议产生了不可调和的距离 好在失败只是暂时 孟美琪的粉丝年薪很高 她自己也在努力准备付出 微博上经常可以看到 她在舞蹈时努力练习的身影 期待孟美琪的《王者归来》 团内另外两位中流底柱 是吴轩宜和杨云晴 吴轩宜近期是综艺不断 上个月有蒙面舞王 这个月又一款饮食综艺 虽不算大流量节目 但一直在稳步发展 近期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她在月初举办的个人演唱会 反响不错 吴轩宜的表演也很在状态 这么久以来 吴轩宜还能召开一定规模的个人表演 说明她的人气和基本盘很不错 她性格好 讲礼貌 宠粉丝 即便最初的一些行为引起过争议 但她一直脚踏实地 慢慢维护自己的小世界 她像是班级里的班干部 赛团时照顾大家 solo时也凭借优秀的能力闯出一片天 如果吴轩宜是班干部 杨云晴就是班里的交际花了 她人缘很好 跟谁都能打成一片 是个谁都会喜欢的角色 毕业后杨云晴确定往音乐方向发展 这两个月一直在举行巡演 每场票价都销售已空 虽然规模不大 但也是很有名气的爱豆歌手了 前几天接受采访 杨云晴说爱豆不是负面标签 听起来还是很乱心的 她和吴轩宜都算有一番作为 生活不错 工作也很顺心 如果要选个定位 就是那种毕业后找到不错工作 然后热爱生活的那类人 接下来再来看看团内的大Vocal 李子婷和张子明都是优秀的歌手 因为发展方向不同 所以在娱乐圈不常见到他们的身影 李子婷虽然唱功很好 但她没有像杨云晴一样 开展小规模巡演 可能是没有那种自来手的性格 除了偶尔上场综艺 就是发布一些个人单曲 或许还有其他行程 但整体还是要比其他人要差一点的 不过说到底 她的唱功势真的很不错 只要歌声还在 未来就不愁发展 与李子婷相比 张子明在音乐上有明显优势 人长得美还是本土选手 一首金平乐成功出拳 立下来民族歌手的人设 从受众度来讲 张子明是有很大优势的 这点从她的行程就能看出来 两个月参加了四个节目 还有一部电影花千古在代播中 出道至今口碑一直很好 张子明也算是发展得很不错的成员了 他们就像是拿到了社会上的铁饭碗 歌声在及事业在 最后再来说说傅金和徐梦杰 这两位是团内的莫志为出道 所以受众度会小一点 傅金是郁姐脸少女星 最近也在走音乐路线 她从出道发布了不少歌曲 粉丝也很喜欢 不过看了她的演出现场 总觉得她应该像张子明和李子婷那样 站上更大的舞台 毕竟她的装扮不适合酒吧式的演唱 傅金眼下还是需要找好自己的定位 只靠音乐和街大言在娱乐圈发展 肯定不是长久之事 希望她有一天也能火出圈吧 徐梦杰近期出演了一部电视剧 上了蒙面舞王 还参演了一场音乐节 唱歌舞蹈影视样样不辣 看着好像很不错 但她真正出圈的作品很少 看了她在蒙面舞王表演 真的不算出色 徐梦杰也一样 目前最重要的是要找好自己的定位 从一线女团毕业 人气肯定是有的 但如果没有真正优秀的闪光点 早晚会坐持山空 和队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以上就是火箭少女成员的发展近况 几三两年 虽然个别人还有相见机会 但即便站在一起 两人的地位也是天差地别 他们就像大学里的室友 有过两年的生活时光 然后在生活的打磨下逐渐断了联系 再相见已是几年后 纵然有些人之间感情依然深厚 但更多的成员间却已筑起一道屏障 不同的道路 不同的性格 再相见时 有意早已变质 虽然不想承认 但火箭少女的成员终究是各走各路 她给我们带来的欢乐 也只限于那个夏天了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支持 也可以在评论区和谐讨论 我是小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